大家好,欢迎来到三哥说漫话 上期说到艾伦拒绝安乐死的提议 吉克使用十足之力带艾伦去到父亲的回忆 他要让艾伦看到父亲是如何强制为他灌输民族主义的思想的 父亲利用医生的身份攀附权贵 很快便找到强中之王所在地 不过他并没有马上执行父权派的任务 吉克感叹,看来他很疼爱艾伦 跟对待自己的态度不一样 突然父亲喃喃自语对吉克道歉 而且吉克走过艾伦整个成长时期 发现父亲并没有为艾伦洗脑 他不解,为何艾伦不接受安乐死的提议结束纷争 艾伦说他一直都是自己 他是自由的,跟吉克不一样 很快到了第一次墙壁被破坏的那天 父亲请求强中之王消灭入侵的巨人 但是被不占之势控制的王 不愿意对抗,宁愿全族毁灭 禁忌的巨人可说是为了与王对抗的存在 他们不屈服于任何人 而且可以窥探未来继承者的记忆 也就是说能够知晓未来 说完父亲要巨人化吃掉王 但是看着小孩子还是办不到 艾伦在一旁怂恿父亲站起来不断前进 为大家报仇 父亲被逼方式的吃了十足巨人 还拍死了包括小孩的王室 过后父亲极度崩溃 如艾伦所愿,他杀了所有王室,除了雷斯领主 父亲说未来会实现的是艾伦的愿望 不是极客的 然后抱着极客道歉 后悔当初自己没有多陪伴他 最后希望他阻止艾伦 艾伦感谢极客把他拉进父亲的记忆 他才能实现梦想 极客命令十足尤米尔 立刻剥夺尤米尔子民的生殖能力 艾伦极力挣脱束缚奔向尤米尔 画面来到很久很久以前 尤米尔家乡被侵略,随后变成了奴隶 一天犯了错,王命令杀死他 逃跑的尤米尔跌入地底的水 接触了一个不明生物,而拥有了巨人之力 之后便帮助王壮大阿尔迪亚民族 还诞下了执事 一天,尤米尔为王挡下刺杀 王还是淡淡地参讨为奴隶 尤米尔闭上双眼 王让女儿吃掉尤米尔继承他的巨人之力 然后世世代代都要这样以延续尤米尔血脉 尤米尔便一直一个人待在这永恒的道路交汇处 制造巨人 艾伦大喊他要阻止 尤米尔不是奴隶,也不是审民 只是个普通人,不必服从于任何人 把力量借给他吧 然后可以结束这一切 艾伦知道尤米尔从两千年前起 就一直在等待有人来救他 尤米尔把始祖之力给了艾伦 艾伦启动地名 这时,巨壁爆裂 高手入云的巨人浮现 接着所有艾尔迪亚子民接受到艾伦的信息 他要保护帕拉底岛 巨人将会踏遍除了这座岛有外的世界 直到驱除所有生命 莱娜的灰甲被解除 被碎石砸到身受重伤 始祖之力可以随意操控尤米尔子民和巨人 现在已经无人能阻止艾伦了 艾伦拒绝安乐死计划 也拒绝牺牲西斯特利亚与其后代 而选择踏遍全世界敌人 是为了保护他最在乎的他们 法尔可继承了二只巨人 让希望给变成无垢巨人的皮克西斯吃掉 康尼则要给妈妈吃 艾尔明认为应该留着他的命 不应该再因为法尔可与莱娜他们为敌 康尼不想你那么多 趁乱抱起法尔可就跑 让他们现在得先解决城内的无垢巨人 大家拼命逃跑 眼看卡雅要被巨人吃掉 甲币及时出现 获出性命击垮巨人 事后其他人暴毙甲币 以避免他暴露马来人身份 另一边就在士兵要被巨人吃掉时 祭司帅气登场 领导他们对抗巨人 配合让他指挥 终于解决所有巨人 艾尔明也好好让皮克西斯司令上路 现在岛内出现了两派人 一派认为艾伦让墙壁崩塌杀死了自己人 一派认为这种牺牲是在所难免的 西奇发现被解除硬质化的雅尼 雅尼虚弱不堪 不过仍然随时巨人化威胁西奇 西奇最后决定协助他离开城市 雅尼一出生便被抛弃在收容所 收留他的养父 抚养他只有一个目的 将他培养成马来战士 从而过上好日子 日子一天天过去 雅尼越来越强 最后把自己之前受到的折磨还给他 甚至打断了他的腿 男人却很高兴 对雅尼来说什么都无所谓 生命是没有价值的 直到雅尼被派往帕拉底岛 父亲下跪请求他的原谅 还嘱咐他一定要回来 但是名誉什么的都不需要了 原来父亲已经把雅尼当成自己的女儿 压力过大的艾尔敏对三力杀气 这时艾尔敏才意识到 到处应该复活的人是艾尔文 而不是他 艾尔敏带上贾币朝康尼家乡前去 他要阻止康尼让妈妈复活 弗洛克用残忍的方式控制义勇军 还说十个月前 艾伦把地名的计划告诉他 也告诉让战争结束了 大家自由了 他可以过好日子了 法尔可会暂时失去巨人化前后的记忆 他很感激康尼带自己去安全的地方 另一边 韩吉仁这类杀死追兵 由于利维尔是阿卡曼 虽然遭遇了必死的暴击 还是勉强地活了下来 他们不想坐以待毙 找上马来战士合作 康尼终于抵达家乡 而艾尔敏也及时赶到 艾尔敏来到康尼巨人母亲上方 摇紧牙关往他的嘴里跳 康尼果断就向艾尔敏 康尼回想起离别时 妈妈要他成为优秀的士兵 自己却差点杀死小孩和朋友 艾尔敏也觉得自己很差劲 无法取代艾尔文 康尼与艾尔敏约定 要一起帮助有困难的人 弗洛克慷慨激昂的演说 自由新世界 民众也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 艾尔敏他们偶遇 雅尼便决定一起行动 弗洛克公开处决义勇军 伊雷娜和欧良 欧良投诉耶格尔派爷们的行为 让听不下去开了四枪 不过都射偏了 这时车力巨人突袭 叼走RUN 伊雷娜和欧良 原来刚刚的枪声是RUN的信号 萨利他们听到信号 也快马加鞭行动起来 把莱娜也一同带上 世界人类的命运将会如何 想知道的话 那么就下一期再见咯 拜拜